最终决定你能走多远,能过什么样的生活的,是你本来的自己。 才刚有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,15岁觉得游泳难,放弃游泳,18岁遇到喜欢的人愿你去游泳,你只好说,我不会耶,18岁觉得英文难,放弃英文,28岁遇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,你只好说,我不会耶, 人生前期,越嫌麻烦,越懒得学,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,错过新风景,是的,每个人最终的归宿,是你自己,你是什么样的人,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。 杨将,标准的名门大会秀,在家庭氛围的训练下,从小迷恋读书,还有高于常人的学习外语能力,15岁时就已经能无障碍看英文原著的书。 父亲问杨将,如果一个星期都不给你看书会怎样?小杨将搬着书页头也不才的回答,一个星期都白活了,母亲唐虚,抱着一岁的杨将,在上海,眼看就要到残婚乱嫁的年纪,亲戚朋友都给他介绍富家子弟。 杨将对不学无数的富二蛋,完全不感兴趣,那时候的他只想一心考上清华大学的外语系,只期待能够遇上另外一位与他是均立地的人。 果然,在清华大学解读期间,认识了清华的三大才子之一,钱钟书,钱钟书是出了名的顽皮读舌,敢说老师的脑袋像一颗炸弹,敢放话横扫了整个清华图书馆。 这样一个桀骜不顺的人,却完全全被杨将吸引了,以前高傲得连老师的课都不愿听自钱钟书,如今趋劲及找杨将,一起看书讨论功课,每一封情书都写成比鸣圣上,那时同学们都笑道,也只有杨将这个大才女,才能把钱大才子幸福啊。 面爱时钱钟书曾对杨将说,我志气不大,只想互献一生。 作作学问,杨将有些惊讶,因为这也是他的之趣,与上钱钟书和其幸运,可也正是杨将这位如此有才气的女子,让钱钟书折服。 我见到他之前,从没想到要结婚,这大概就是那句,你是什么样的人,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,有趣的灵魂中间相遇。 1935年,新婚的钱钟书,杨将大一城邮轮富英留学,你是什么样的人,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事。 徐静磊在娱乐圈算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个人,当年他和张子怡,赵薇,周勋,被称之四大花代。 如今他们都已经成家,唯有徐静磊未婚,并且稍有作品门事,在人们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时,他上了圆桌菜。 这个大灵魂婚女青年直言不讳,自己冰冻乱子,将来找人代孕,但被问道,女大妖不要当婚生子时,今年44岁的徐静磊怂怂总总结,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,我也不是不婚主义者,我只是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愿意干嘛就干嘛。 你觉得幸福,你结婚,我祝福,但为什么我觉得自己不结婚也很幸福,你却不祝福我,还一直追问我为什么不结婚。 年语中坦路的独立与自信,实在让人心态,徐静磊的人生状态一直如此。 早在十年前,同名的女演员都在挣着好群色出演时,徐静磊这个不务正业的演员,他连自己不爱走红毯,就爱挑战,投资方正式看中他这份破译,问他要不要试试制作一部作品。 于是他毅然挑起大梁,自编自导自演,同年就获得西班牙电影节最佳导演奖,次年还登上时代周刊,被称为中国电影界有革命性的代表人物。 十年来,他一直没有按照人们所设想的结婚生子,而是把自己的生活经营的有自有为。 他成立自己的网络科技公司,学手艺做手工,他还画画,链子,发正字库,还投入数百万元,将他写的字编入字库,成为个人软件字体受益第一人,在学静磊身上几乎看不到岁月感。 三十八岁时,他依旧穿着白布鞋去纽约学习进修,正是因为他的独立、勇敢与自信,才让他的人生一路繁花开,才让他无比有底气地说,我无比相信爱情,所以不需用婚姻证明,你是什么样的人,就会拥有什么样的生活。 作为主持人,光寒的名字已经不需要更多注视,是多年了,身处风口浪尖。 他的负面新闻几乎为例,最让人好奇的是,所有圈内人都会选择在北京买房定居,可汪涵偏不去,而选择定居在长沙这座小城。 不仅如此,汪涵还在长沙一座古镇,镜像,买了房,满脸喜悦地和大家分享,等我退运江湖后就去镜像养老。 光寒喜欢镜像,是因为那里有被风雨打磨的石板桥,有柜堂管庙,今晚边楼下还有一个个编织竹楼的老艺人,休息时,他会去镇上的河边散步,为了与一条河宝具一样的沉浸和从容,也会去巷子里向老艺人学习制作一个木桶,制作一个鸡毛打字,并且写下一本书有味。 他在书里说,在那里的时光,总让我能够更好地明白自己,汪涵好读书,家中藏书无数,于是他在长沙灯红酒绿的酒吧间,开了个非盈利的书屋,叫培荣书屋,书屋在二十四层,是野居最闹市的僻静之所,一如汪涵,他明明是身处喧闹的名利场,却总能野居其中,仿佛是离名利场最远的人,台上, 他是湖南卫视三家主持人,有莫风趣,谅语莲珠,台下,他是温柔顾佳,有口皆悲的好男人,下厨,品茶,看书,绿字,永远不是自我,我很喜欢一句话,你是什么样的人,就会拥有什么样的生活,一如汪涵,染尽人间烟火,却不为俗臣所少,犹如烟火深陷,身处繁华,依旧能寻求平静, 却别人曾写过这么一段话,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,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,不论是饮食和人物,还是事情和环境,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身的东西,从前,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,但今天我明白了,这是自爱,真正的自爱,可以让你一步步走向精致的生活,静致, 不是要求你满身穿戴奢侈品,而是穿着干净简洁的衣服,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健康阳光的气质,无关年龄,无关财富,静致,不是要求你过上奢侈的生活,而是好好对待自己, 从早上起床第一杯温水开始,静致,是一种对生活认真负责,且热爱的态度,随着时光飞逝,头发也开始渐渐衰老,工作压力大,新产代谢变慢,肆意生长的脂肪取代了曾经紧致的肌肉,原先貌腻的秀发开始变得稀疏,你却仍然无动于衷,每次起发头,看到地上大把大把散落的发丝, 这样的你是否令自己都感到陌生,爱自己就要从头开始,在我看来想要养护头发就要从根源入手,而这一点正与富绿德雅不谋而合,法国头皮护理专家,被称为头皮护理专家的富绿德雅60多年来坚持从植物中提取珍贵植物金油和植物精华,他们家的迷芯产品,小绿珠富和金油墙间洗发露,就是从头皮入手改善脱发问题, 流畅的透明软软包装,中藏着一颗颗小绿珠,神奇小绿珠,这些小绿珠可不简单,密面运盘食衣草,叠香,甜成中提取的高浓缩植物金油,以及活性成分发吸人参精华,吸线根提取物,这些成分能为毛囊提供营养,巩固发根,调理头皮,刺激毛囊生长, 保湿发根,强热发丝,舒缓减压,让发丝恢复健康活力,这款小绿珠富和金油墙间洗发露需要清洗两遍,第一遍,让洗发露在头上停留两分钟,然后将发丝表面的灰尘皮脂冲洗干净,第二遍,先在手中将小绿珠夹水揉搓出泡沫, 再用指腹按摩头皮,让小绿珠类的精华,被头皮充分吸收,用腹率的让小绿珠复合金油墙间洗发露洗头,不仅能够从根源化解脱发问题,还能带来如同高级索磨般的护发体验,用心对待生活的每一处细节,让我们从从开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